这绝对是四月最炸烈的心烦 男主半路被妹子捅了七八十刀 然后顺利穿越到了异世界 转生成了一只刚出生的哥布林婴儿 长老随便给他起名叫哥布朗 由于种族成长速度的缘故 男主第三天就已经长成了少年 并且可以正常说话交流 身手也非常敏捷 在吃完长老给的最后一餐 他们今后就要自己去捕猎获得食物 洞穴外的世界让男主感到陌生 不过很快他就开始外出捕猎 把这些哥布林中体格最好的哥布吉 带了出来当同伴 刚找到草丛里的一脚兔 哥布吉就迫不及待地追了上去 而男主则是埋伏在树上 找准时机用木棍将兔子击杀 还没等男主装完滴 哥布吉就本能地伸手想吃掉兔子 在教导了哥布吉上下关系后 男主用石头将兔子的脚砸了下来 突然他脑中闪现了奇怪的画面 没等他再继续往下想 哥布吉的口水就让他回归了现实 二人将兔子平分吃了下去 事后的日子里 他们配合得更加默契 由哥布吉把兔子追到男主附近 然后男主用脚将其解决 这次的捕猎堪称完美 当他掰下第二只脚的时候 脑海中又闪现出了之前出现过的画面 在咬下一口兔肉后 他还吸得了兔子的技能 原来男主前世拥有一种名为吸食的能力 这种超能力极其罕见 不管是什么东西他都能吃 吃了之后便有一定几率获得该物品所持有的能力 但转生成哥布林后 他在原来世界获得的其他能力全部都被重折 可男主并没有沮丧 因为在这里有许多拥有强大能力的怪物 听说男主吃了一脚兔 哥布林中的一个妹子非常惊讶 因为经常有哥布林被兔子的脚刺死 哥布美当即就变成了男主的小姨妹 恨不得现在就给他生一窝小哥布林 见状男主直接邀请哥布美明天一起去狩猎 可不巧的是 隔天外面突然下起了雨 男主只能将狩猎延后一天 随后他前往宝物库准备拿些材料 制作一些新的武器 但在找到材料的同时 男主发现有几个人类女性被关在这里 成为了哥布林繁衍后代的工具 长老看到男主这么提升实力也很高兴 他是洞窟最年长的长老 男主在对方口中得知了有等级的存在 只要敲敲头 脑中就会浮现出自己的等级 达到一百级就能进化成更高级的中国 外出狩猎的年轻哥布林应该快回来了 到时候男主也许就能见到进化过后的哥布林了 男主之后每天都出门狩猎 哥布美负责后援工作 男主负责中卫 哥布吉则是担任前锋 三人配合打猎效率非常高 男主在吃蛇肉的时候获得了许多技能 然后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动物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去探险 结果被里面的蝙蝠撵了出来 男主让哥布美先跑 紧接着由哥布吉驾盾抵挡 他则是用从蛇身上学习的魔眼 将蝙蝠全部钉在原地 然后二人大杀四方 打了一些猎物带了出来 男主从蝙蝠身上又得到了新能力 远处不会打猎的哥布林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吃 其武器将六人爆打 被男主伤到的哥布林甚至当场死亡 原来是事出突然 男主没能调整武器上蛇毒的强度 就在他准备处罚下几人的时候 暴走的哥布美出手了 等到第二天 男主把偶遇的半兽人当做了猎物 虽然对方眼睛受了伤 但还是能一击将哥布吉打退 幸好男主及时出手将半兽人的手指打断 再由哥布吉捕刀让其失去战斗力 最后男主用两只脚杀死半兽人 顺利从对方身上获得了新的能力 等吃饱喝足后 男主招呼二人把猎物带了回去 给那些弱小的哥布林吃 在晚上睡觉时 他的等级突破了上线 脑中提示让他进化为中鬼 男主随便选择了确认 得到了掌管中烟与根源之大神的家伙 等再次睁开眼睛 他发现自己变了一副能量 面貌和前世非常像 一旁的哥布吉也成功进化成了中鬼 看到这一幕 哥布美十分羡慕 长老对他们的升级速度也感到惊讶 哥布吉想试试自己到底变得有多厉害 于是提出和男主切磋战斗 虽然他的力量很大 但男主可是自带外挂的变态 速度快的离谱 并且双方的战斗经验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很快哥布吉就被男主打败 突然远处传来了狼的嚎叫声 男主让哥布美回去拿之前做好的十字弓 狼群在首领的指挥下一场凶帽 他们先是团灭了一角兔 然后又把目标转向了半兽人 结局不出所谅 半兽人被狼群瞬间撕成了碎片 男主准备用狼群测试下进化后的力量 哥布美先是用屠蛇毒的十字弓射杀了狼群首领 随后男主和哥布吉发起冲锋 由于没有首领指挥 狼群无法进行最擅长的合作攻击 所以他们只能被单方面屠杀 很快便被一网打尽 男主照例用吸食能力咬向狼群首领 得到了对方所拥有的能力 在把猎物带回洞窟后 男主让这些哥布林可以随便吃 只不过吃掉多少以后就要抓多少还回来 他答应会教众人狩猎方法 以及如何制作武器 这番操作让男主地位飙升 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 他已经想清楚之后 在这个世界的路应该怎么走了 这个哥布林是真牛逼 每天睡觉都能左拥右抱 森林中的王者赤熊 在他面前也只有被吃掉的份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男主就突破等级上线完成了两次进化 成为了传说中的大鬼 在第17天的时候 男主发现被绑来的人类女性 全都服毒自尽 看到这一幕他只能默默在原地哀悼 之后的时间里 他一直在锻炼同时代的哥布林 期间还吃了不少新敌人 在对方身上学会了许多技能 没过多久外出的哥布林就回来了 他们可以说是男主的父辈 领头的哥布林名叫哥布剑 这次除了物资以外 他还带回了五个人类女性 因为哥布林的基因非常强大 即便跟其他种族进行交配 生育出来的也全都会是哥布林 男主不想悲剧再次发生 于是他上前希望哥布剑 将这些人交由自己保管 听到这话哥布剑瞬间就怒了 拎起男主准备给他点教训 双方掏出武器眼看就要打起来 就在这时两个女哥布林站了出来 他们是霍布里和法师霍布心 二人提议让哥布剑和哥布朗单挑 赢的人就能成为村子的领袖 虽然不能使用武器 但挂逼男主有800个技能 随便用个蛛丝能力 就将哥布剑绑起来暴揍一顿 之后男主禁止其他哥布林 对五个人类妹子下手 并且他会保证几人的安全和吃喝 过段时间会放他们回去人类的城镇 作为交换 男主希望他们能教自己人类的知识 才过了一天几人就从悲伤中缓了过来 男主尝试着做了一些料理给他们吃 人类并不像哥布林一样存在精华 因为他们拥有许多职业 综发妹子是鉴定师和锻造师 双胞胎是厨师与裁缝师 眼镜女是炼金术师 红发女则是一个菜鸟战士 在这之后的几天男主都在训练哥布林 不听话的哥布林他会用拳头好好教训一下 这天趁外面下雨 男主和哥布吉打了一场实战 晚上众人都在休息的时候 哥布剑带着几个人偷偷溜进了 关押女性人类的房间 幸好男主及时赶到 敢打破他制定的规则 这些人的结局可想而知 让他们受惊了男主赶到很抱歉 红发妹子被吓得直接哭了出来 只有在男主的怀中才有安全感 听到打斗声哥布吉带人赶过来 男主让他将几个人拖出去 然后把所有人叫醒在外面集合 对破坏村子规定的人 男主亲自动手将他们折磨至死 身为罪魁祸首的哥布剑则是被吊了一晚上 直到早上才断气 第二天男主出门狩猎三角马 在了好大力气才终于将其击杀 顺利获得了几个强力技能 其中有一招三连刺 男主用出的刺击会自动变成三连击 晚上睡觉时 红发妹子偷偷溜了出来 躺在男主身边会让他有安全感 面对妹子的主动摆扁 男主并没有拒绝 可等他早上睁开眼睛 却发现哥布美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躺了上来 由于哥布江最近总是跟男主一起行动 所以他也进化成了中轨 男主将哥布林分为了好几个队伍 哥布级担任重武装部队的队长 哥布美是远距离攻击部队队长 霍布里是轻武装部队队长 哥布江则是处理杂物的后方支援部队队长 虽然法师霍布星可以当魔法部队的队长 但村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会魔法 剑城部队也是个光感私裂 男主在将训练工作交给个队长后 便独自一人前往森林深处 他打算用三角马试一下自己的心技能 男主第一次使用攻击魔法有点得意忘形 于是他继续走向森林的北侧 很快一大滩血迹就吸引了男主的注意 这时他才想起来 曾经哥布林长老告诉过他们 北侧森林深处有一只恐怖的赤色大熊 地上三角马的尸体正是他的杰作 正常人遇到赤熊第一时间就应该转身逃跑 但男主却仗着自己的外挂 打算和对方碰一碰 打赢他然后将其吃掉 男主果断用出攻击魔法 加速冲刺朝赤熊扔了过去 结果对方牺牲右臂挡了下来 避免了受到魔法直击 面对赤熊的爪击 男主只能不断躲闪 然后找准时机跳到空中 武器蓄力后劈下给赤熊来了个爆头 可赤熊的防御力实在太过惊人 男主根本无法一击毙命 就算蛛丝把赤熊缠住 对方也能轻易破开束缚 让男主万万想不到的是 赤熊竟然还能喷火 他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只能暂时躲在树后用治疗技能修复伤势 男主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今天必须要和赤熊拼个你死我活 虽然对方能吐出2000度的火焰 但男主用水魔法覆盖身体也能勉强抵挡 随后冲过去狠狠将剑刺入赤熊的口中 男主用防御魔法缓冲才没有当场去世 好在剑还留在赤熊嘴里 对方应该没办法再用火焰攻击了 可这家伙皮糙肉后根本没有一点要倒下的迹象 男主越打越兴奋 挥动武器不断朝赤熊攻击 很快双方战斗就达到了高潮 直到第二天早上战斗才结束 男主成功杀死了赤熊 在吃下一口肉后 他获得了两个技能 随后再也坚持不住昏了过去 在睡梦中他的等级再一次突破上线 成功进化成了大鬼 男主整整睡了一天 醒来后他才发现了身体的变化 这个男主是真牛逼 和树林小姐大战了五个小时后 回去还有精力继续给后宫们交粮 牛逼 众人听说男主打倒赤熊 并进化成大鬼的消息 全都感到非常震惊 几个人类妹子看到男主的第一眼也是如此 可在知道男主的身份后便没有再计较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下来 妹子们对男主已经非常心爱了 甚至恨不得当场就嫁给他 看到这一幕 红毛战士和哥布美的醋坛子直接就翻了 而炼金术士最近则是在制作毒药 如果哥布林不是男主在统治 那他早就在食物里下毒了 很快在男主的花言巧语下 绿毛玉姐露出了害羞的笑容 之后的时间里男主都在讨妹子们的欢心 在他进化成大鬼后 每日中午的实战也没办法进行了 一般的哥布林被他轻轻打到一下就快死掉了 哥布急的防具也差点坏掉 因此只好暂停训练 由于男主吃过史莱姆的缘故 断掉的左手并不影响日常生活 就在男主准备吃午餐的时候 哥布江突然跑来寻求帮助 让他快救救受伤的卡邦克尔 在男主的治疗下 卡邦克尔很快便醒了过来 向众人表达了感谢后 丽塔纳说自己是被人类打伤的 对方的目的是想要他额头上 价值数十亿的宝石 男主本来不想卷入麻烦 但丽塔纳却请求他帮忙击退人类冒险者 原来丽塔纳是一个非常牛逼的魔法师创造出来的 同时他也是隐藏宝物店的管理员 可人类冒险者的攻击重创了他的核心 所以丽塔纳现在寿命所剩无几 宁愿把宝物转让给男主 他也不想被主人讨厌的人类拿到 听到这话男主当即接下了委托 然后召集众人出发前往宝物店 如果那些人类冒险者能被说服自行离开 那他也不会下杀手 男主让众人在暗处躲避 由他把冒险者找出来 很快人类冒险者小队就自己送上了门 刺客不由分说就率先发起偷袭 但这些小伎俩根本瞒不过男主的眼睛 男主给他们足足讲了两分半的大道理 可这群人一点都听不进去 不断朝男主发起攻击 他们仗着有许多高品质的魔法道具 忽视了自身实力的提升 单调的攻击让男主不忍之事 还没等高兴多久 男主就让他们见识了一下什么叫有烟无伤 此时的他已经忍耐到了极限 挥手示意暗中的大家可以出手了 双方的实力差距过大 很快这只冒险者小队就给全部分尸 男主在几人的身上获得了不少技能 其中的一空间收纳能力最为实用 完成委托的众人被利塔纳带往宝物店伸出 在向男主表达感谢后 利塔纳的生命也到了终点 为其短暂的默哀过后 男主掏出魔法道具箱 带大家分头回收了所有财宝 随后他火葬了魔法师的遗体 突然男主发现了地上掉落的护手 他尝试把护手带在断掉的左手上 可没想到下一秒 护手里面突然钻出无数尖刺 原来这个护手是传说级的装备 可以自由旋转和变形 放毒和线都没有任何问题 用起来顺手到仿佛本来就是他的手一样 为了庆祝完成委托 男主提议用冒险者背包里的酒开宴会 然后把魔法道具分给了仅有的十只中鬼哥布林 而男主则是拿走了其中的传说级道具 据说只要有一件传说级的道具 就能撼动一个国家 趁天还没有黑 男主带着众人出门收集熊肉火锅的食材 顺便帮他们提升一下等级 村子为了选出中鬼领袖 除了男主以外的其他人进行了排名决定战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 男主独自外出开始寻找未知的猎物 从黄金蜘蛛到红鹿 不知不觉他走到了一棵沐浴着阳光的雄伟大树下面 这个世界有个被称为树林的种族 据哥布林长老所说 他们会诱惑其他智慧种族的雄性 将对方化为自己的养分 现在男主的眼前就有一只树林 道理他都懂 但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什么都不作难和太监还有什么区别 于是男主使用了自己压箱底的能力 二人拟来我往大战了五个小时 最终男主用实力成功将树林征服 可就在男主在湖里洗澡的时候 一群蜥蜴人不知死活围了上来 见状男主只能送他们一场 之后遇到的蛮牛也被他一拳秒杀 男主偶然发现两只胳膊领友魔法师自制 于是便将他们调往了胳膊星的部队 但从这以后 妹子们突然开始不待见男主了 男主到处询问想知道原因 结果却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厨师姐妹甚至还在食物里下了嘟 还好绿毛炼金术士给她解惑 表示妹子们是在嫉妒男主在外面和别人幽混 她脖子上的一堆吻痕就是证据 还没等男主想出解决办法 下一秒绿毛玉姐就主动吻了上来 她想以身相许嫁给男主 哥布美不甘落后 希望男主把她也收了 不仅如此 其他的人类妹子都有相同的想法 面对这种主动白给的好事 男主无论如何都拒绝不了 用尽浑身解数才终于让后宫的满足 哥布吉有些好奇里面发生的事情 这个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进化到哥布林大鬼后 竟然被妖精上门威胁 但对方不知道的是 男主只要略微出手 就已经是他们的极限 牛逼 本来这段日子男主过得很悠闲 却不料妖精族突然找上了门 大致的意思是 人类可能会来抢夺妖精的秘宝 希望男主可以带人出手相助 他们会用村庄几个月的食物当作报仇 可男主看对方高高在上的样子十分不爽 于是果断拒绝了对方 妖精领袖恼羞成怒想拔剑动手 结果男主只是一个眼神 就让他口吐白墨跪倒在地 随后让他命令隐藏在四周的护卫放下弓箭 剑撞妖精领袖赶忙让手下停止攻击 男主为了让他们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 直接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传说武器 这把长枪能在刺中物体的半径 100公尺的范围内无限生长 如果他动了杀心 那这次过来的妖精肯定会团灭 男主希望妖精族不要再过来找麻烦了 接下来的时间他依旧外出狩猎 吃掉灰色史莱姆的核心后 男主学会了生成分身 随后他咬破手指用血液尝试制造分身 意外发现本体和分身之间还能共享视觉 于是男主帮哥布美他们制作了内侧有血分身的外出服 在关键时刻这些衣服能当发信息使用 没过多久 妖精领袖带人全副武装来找男主复仇 这次男主没有再惯着他们 还没等妖精发起攻击 男主就先下手为强 在男主的咆哮技能下 所有妖精都被钉在了原地 随后男主走出洞穴 用蛛丝将对方全都绑了起来 可即便妖精领袖成为俘虏 他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 认为男主让他颜面扫地简直最该万死 后面的妖精妹子都听不下去了 来之前他们已经试图阻止这家伙 男主给了妖精的活命机会 只要他们能在和哥布林的模拟战中胜利 那自己就留他一命 最终参战的23名妖精中有6名战败 并且6人全都是男性 因为男主不想杀美女 所以在对战表上动了一点手脚 在让胜出的妖精们 交出武装和魔法道具后 男主将他们留下当作了俘虏 一旁的哥布林长老 已经迫不及待要和妖精族的美女深入交流了 可男主却让他不准擅自出手 听到这话长老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毕竟男主才是村庄的老大 自己要以身作则给年轻人树立榜样 至于妖精领袖则是成为了男主的副中参 到了第二天 哥布吉外出狩猎升到了100级 继男主之后进化成了大鬼 这副模样无庸置疑是亚种 红铜色的肤色是炎之亚神的家户所致 坚硬有光则是因为拥有战乱之亚神的家户 成为大鬼后的哥布吉第一件事就是和男主比试 在哥布林们的围观下 二人的战斗正式打响 虽然哥布吉的力量很强 但男主在格斗技巧上略胜一筹 最终显胜了哥布吉 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道黑影向他道歉 从梦中惊醒的男主并没有发现异常 所以便没有纠结下去 隔天哥布吉告诉男主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 原来村庄又多了四名中鬼 其中有一个哥布林有魔法师的资质 而另一个则是有成为僧侣的资质 通俗来讲就是会治疗的奶妈 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霍不星也在一觉醒来完成了进化 变成了鬼人戏的伴魔刀鬼 但他手臂上的文章让人有些不解 男主还没等想明白 霍不星就提出去森林试试魔力 果然不出所料 他抬手就召唤出了无数火球 化身魔法炮台对着远处森林就是一顿轰炸 而这样的魔法霍不星还能再使用20次 通常来说种族名上有半字 能力就会比原本的种族要弱 但以霍不星的情况来看 下次进化后应该就会正式成为魔刀鬼了 为了恭喜他完成进化 男主送出了一整套新装备 这天男主和哥布吉在狩猎回来的路上 碰到了想离开村庄的父辈哥布林 他们无法忍受自己被后背超越 甚至连来一发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见对方拿的都是自己的装备 所以男主并没有阻止他们离开 还给了他们每人一把魔法金属制作的小刀 当作鉴别领 随后男主在森林散步时 发现有人类被干受人击杀 他发现对方有饲养魔兽的技能 于是果断出手将其拿下 接下来的日子里 男主做了一些混有自己血液的尔骨架 把他们分给众人当作通讯机使用 之后男主用饲养魔兽的技能收服了三角马 紧接着是灰熊 黑狼王最后也没能逃出魔兆 被男主收作宠物担任人类女孩子们的保镖 在与狗头人的战斗中男主才发现 红毛妹子是被逼到绝境才会发挥实力的类型 并且他在吃过魔兽肉后 竟然意外获得了新的职业 虽然魔士战士不定期吃魔物就会死 但能力成长的速度却十分恐怖 很快男主就收到消息 人类与妖精的战争开始了 可还没等他再多了解一些情报 森林里的狗头人就遭到了追杀 他们朝男主这里疯狂逃窜 男主下令不用管狗头人 只需要攻击那些追来的骷髅兵 但戈布美的弓箭却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男主通过探知能力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应信号 恐怕那就是制造这些骷髅的人 短暂的交手下来 男主发现了骷髅的致命弱点 那就是不用武器直接打击 众人听话照做 果然这些骷髅变得不堪一击 参与战斗的戈布林 趁此机会赚了一大波经验值 等他们耗尽力气无法动弹 男主这才出手结束战斗 男主一碾压姿态杀穿了骷髅大军 直至来到制造骷髅的首领面前 在一拳将对方秒杀后 时间才刚刚过去了7秒 从骷髅首领身上他又获得了一堆技末 等战斗结束 男主才从狗头人口中得知了来龙去脉 原来狗头人挖出了被埋风的天鹅绒的宝物点 不小心唤醒了那边的守卫大骷龙 为了逃离骷髅大军的追杀 他们只能向男主居住的洞窟逃脱 弱肉强实施这个世界的真理 狗头人为了报答男主 果断选择奉他为主 男主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让他们先去处理伤患 这些事情以后再说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只是一晚上的时间后宫进全体进化 哥布美直接从女汉子变成了成熟欲解 周围的男性戈布林全部都被他迷倒了 就在刚刚 男主在与哥布急去狩猎的途中 发现了12名人类武装士兵 健壮二人当即改变方向跟了上去 在到达目的地后 士兵们消除了气息 男主通过私线偷听了他们的对话 这些人类的目标是绑架妖精组组长的女儿 打算趁少女从祭典回来时展开袭击 消息泄露是因为妖精之中有内鬼和人类勾结 很快参加祭典的队伍就回来了 在人类士兵的偷袭下 周围的护卫全部都被消灭 少女也被迷晕了过去 暗处的男主没有袖手旁观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他很轻松就将人类士兵全部服务 由哥布急带着返回村子 通过询问得知人类军队将于20日内进攻 这些人的能力男主果断收了下来 妖精少女苏醒看到面前的男主顿时吓了一跳 男主看到对方有翅膀感到有些疑惑 男主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结果没想到少女竟然怪他袖手旁观 男主当即便给了他一个教训 表示妖精和人类的冲突与他无关 随后把妖精中有内奸的事情告诉了少女 第二天男主护送他离开 顺便问了翅膀的事情 原来翅膀只有高等妖精才会有 平常会隐藏在体内 少女还不能完美控制 所以有时候翅膀会自己跑出来 他们整整走了三个小时才抵达妖精之村 男主通过技能发现附近有25名以上的妖精 在用母舰瞄准他们 还好少女即是表明身份 避免了双方发生不愉快 看到女儿平安无事 妖精组长对男主表达了感谢 但男主却直奔主题索要报仇 让组长自己来决定女儿的价值 这也是能看出对方是否能冷静判断的好机会 组长让手下拿出了家传宝物之一的遗物 及魔法道具避重之名工 作为回礼 男主告诉了组长人类军队的动向 就这样 二人达成了合作关系 临走时组长询问男主有没有见过他们的精锐部队 最后组长让男主把密钥和明酒带回去作为伴手 可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自己只是喝完酒睡了一觉 身旁的哥布美就进化成了半吸血鬼亚种 除了他以外还有八名哥布林进化成了中 进化后的哥布美能大量制造寒冰并加以操控 为了防止魅惑之眼对自己人造成影响 所以男主为他制作了一副眼镜 吸血鬼害怕阳光的缺点也因为冰原之神的家伙而抵消了 哥布江则是进化为了半地雷鬼 能力是地形操控以及肉体强化 还有能侦测矿石的雷光系魔法等 霍布里也进化成了半血剑鬼 能操纵血液并作为武器使用 男主发现几人进化后身上都出现了和自己身上类似的刺青 而且力量是从刺青涌现出来的 他打算之后把原理给弄清楚 就在这时 哥布林长老过来准备给进化后的大家取个新名字 男主并没有阻止老爷子 在他看来只要能分辨个体的差异就行了 要是人类和妖精的战争开打 妖精应该会过来寻求帮助 男主把通讯用的耳骨架发给了所有人 但妖精们不想违反竞技在耳朵上带视频 健壮男主只能和他们深入交流一番 渐渐扒下了他们的自尊 男主让狗头人和妖精全部参加训练 之后再结合实战形式 和他召唤出来的骷髅对战 可男主召唤出来的并非白骨而是黑骨 骷髅的装备式覆盖的范围越大品质就越高 就连持有秘银武器的妖精也几乎赢不了 男主发现抑制魔力能召唤出普通的不死生物 用来训练和赚经验简直在好不过 唯一的缺点就是只能在晚上用 为了改变狗头人的极低地位 男主带着他们进行集团狩猎训练 同时也能增加黑狼屎魔 途中遇到的巨比野猪被哥布江轻松解决 回到村子后男主大吃一惊 在和赤熊战斗时折损的武器竟然焕然一新 几乎都是由精灵石打造 由于锻造师妹子熟悉了精灵石的使用 所以变成了精灵石锻造师 第二天黄昏时分哥布吉扭扭捏捏捏找到男主 希望他能帮忙想个办法 该如何向哥布江表明心意 有了爱情的滋润 哥布吉的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就连身体都轻盈了不少 男主不想和精力旺盛的哥布吉切磋 于是就让他去打黑骷髅了 短暂的训练过后 男主带着众人前往森林深处狩猎 这里有许多他没看过的昆虫怪物 非常适合收集假翘素材 顺便男主还学了一大堆能力 其中的外骨骼变身让他非常感兴趣 就像是变身英雄一样 不仅铠甲本身非常坚固 就连自愈能力和冲击分散机制都有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显眼了 男主还是比较喜欢平常的衣服 可解除变身后他才发现 自己穿的衣服被当作外骨骼的素材消耗掉了 这时系统提醒他一共可以装备五套 于是男主决定再搞两套服装用作水战和空战 虽然能生成虫子的翅膀 但这种形态难以操控需要多加练习 隔天外面下起了雨 无法出门的男主决定陪红毛战士训练 以前红毛妹子一直给他一种小心犬的感觉 可现在却变得有点像渡冰犬 和红毛打了一早上实战 随后男主来到锻造师的工作坊 他最近正在和两个妖精研究连发十字工 在经过实验后立马开始了量产 厨师姐妹则是尝试重现男主前世的料理 等来到炼金术师妹子这里 男主发现对方竟然用黑骷髅的骨头制作出了魔法道具 骨钉能将被穿刺者固定在原地 妹子让男主把他当作自己来好好珍惜使用 男主被妹子一反常态的玩笑话给吸引 打算和对方讨论一下软件硬化工程 结果下一秒就被后宫团当场抓包 男主只能被迫和他们开了一晚上的会 很快妖精组长就派人过来 告诉男主人类军队开始侵略森林的消息 他希望男主能参战住他们一臂之力 完全消灭敌军后会有丰厚的报酬 但要是临阵脱逃的话契约就即可失效 男主爽快地接下了委托 但在行动上妖精组不能干涉 临走时男主把具有通讯功能的手环交给了对方 随后他派出了大量分身去森林打探消息 做完这一切 男主把众人召集起来 宣布他们将成为佣兵团